大家 今天是4月23号 星期四 故事的确是有一点点的高抬的反复 可是并不是很明显 我们先看那个指数 早段恒人指数先高开90点到23983点往后 曾经一度高见24107点 等于说这一分钟指数是上升了214点 可是由于那个成交不太多 而且技术上来说股市还是有一点点的反复 所以曾经一度低见238806点 这一分钟指数是轻轻回调87点 直到目前为止大概3点40分左右水平 指数是在23959点上升了60点 不管它是怎么样 反正就是在整个等变 当然 技术上来说 恒人指数是跌圈10天线 这个真是不太好 可是并没有在进一步跌圈那个20天线 这变成来说 指数只是在整个等变 从走势上来看 这个股市从3月19号的低位21139点开步的 到这个月17号的高位26666点 股市在四个星期内反弹了差不多3527点 这个幅度也不算少的了 所以高台是有一定的消化的 从24666点就开始的反复 曾经一度低见23483点 这个4月22号的低位 等于说股市是回调1183点 相对3527点的升幅来说 股市是回调大概33.5% 这个也很标准的 问题就是 现在的指数在24000年整不下来 我们怎么样看 相对那个低位是21139点 现在是一个高台 等于说股市 你可以说是抓着高台而不下的 这个我觉得是没错的 只是暂时走在10天线以下 变成来说动力方面不太足够 好了下个星期一就是这个 期指转仓的高峰二 下个星期二就是期指结算 那变成来说在24000点 不管是高一点还好也好 低一点也好 在这个水平进行一个 转仓跟结算的话 对5月份的股市 我觉得还是比较偏好的 另外一个问题大家要想一想 从29174点回调 最低是21139点 这个是调整的一个右左边的脚 好了中间有一个高位是24666点 现在在整个效果之中 可能往后还是会寻找右脚的 右边的脚到底在哪里 现在很难说 可是要是从那个走势上来看 既然指数是走在10天线以下 基本上是有机会在5月初的时候 再进一步反复的 不过我个人觉得就算是反复的话 跌的幅度也不会太多 反正左边的脚是会低一点点 右边的脚应该是稍微高一点点 这个走势对往后的股市的发展 应该还是比较正面的 五重六觉七翻身 这个是传统的滋味 就是今年下来 我觉得可能会有点变化 由于股市在1月2月3月 已经大幅度下掉了 并且4月份5月份 可能还是会增幅下来的 好了下回的分析我就说到这里 大家好 今天是4月23星期四 市有点高台的反复 但其实很正常 稍后我再做分析 先看你的指数 早市高开90点 到23,983 然后轻轻升到24,107 有些规限 这一分钟市是升了214点 跟随后也有些技术上的反复 一度低跌23,806点 即这一分钟是轻轻倒跌87点 但整体来说 直到现在这分钟大概3.35分 指数仍然在高低波幅中间走 这一刻的指数是23,969 轻轻升了75点 技术上是属于整股等变的形态 由于整个反弹市的起步点 是3月19日的低位 是21,139点 而高位暂时是4月17日的24,666 以现在的指数矮近24,000 是属于一个高台 即是说 市经过3527点的反弹后 高台的整股感解 都不知道 轻轻跌穿十天线是美中不足 但它没有跌来到 即是变了 只要有80,28点的回升 已经回到十天线流上了 重要的是下周一是今个月 期指转仓高供日 下周二是期指结算日 如果指数是咬住24,000点 阻止水平进行一个转仓和结算 情况是有利5月份的发展 稍后也可以作少许分析 先看看 整个市的起步点 反弹起步点是21,139点 去到24,666点 四个星期 市反弹了3,527点 之后由4月17日的高位 24,666点 跌回到4月22日的低位 23,483点 跌回1,143点 简单说 升了3,527点 涉及33.5% 是一个很标准的 技术上的调整 问题是 如果21,139点是一只 调整市的左脚 右脚到底在哪里? 如果右脚是23,483点 舒服力就不够 因为右脚是比较高的 左脚右脚一拉上来 这条上升距差不多有75度角 我觉得的可能性不是那么大 所以在5月初旬的市 可能仍然略为反复 但不要紧要的 只要的指数仍然在24,000左右水平 就算落落23,000 我觉得都是很正常的 况且5月初旬的市 如果略为先低 条件是有利慢慢卷凌 甚至后高的 传统来说 五穷六绝 七翻身 今年可能会有少少变化 因为以往来说 市一直升到上三月份 业绩公布 四月份随息 市在高位 五月份没有东西 六月份更加没有东西 五月便窮 六月有东西便绝 但今年不同 一月的市全个月的波幅 跌了28,79点 二月的波幅 全个月跌了2,066点 三月份不用说 全个月的波幅 更加跌了5,666点 大家想想 捱不住的那些 一早都变固了 捱得到那些 现在这一分钟 一定是观望的了 你问60元买汇丰 50元买汇丰 现在肯不肯走 怎会走 换句话来说 除非有新一轮的利凳消息 造成市场的冲击 否则最多是整固等变 在23,000-24,000区间 1,000点或88,000点 是属于2-3%反复 不算是什么跌市 不过只要一样东西 指数一日未能成功回到10天市楼上 之前 市仍然处于反复不明之中 但当市回到10天市楼上 意味着指数有条件进一步上望 50天线 50天线已经在24,879点 下周一是今个月期之转仓高峰日 以现在的视况来看 好仓大户似乎有些维稳的部署 放在这里 如果板块当中 我觉得有不少 一直咬着高台 现在只等一样东西 就是欧美也好 美国也好 或者是哪个地方也好 何时会有一个街风的政策出来 如果有的话 市场的催化剂 或者正面的催化剂 是会比较明显的 好了 今天下午的分析 我说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